历史估计总是敌不过发展的巨轮 问题可能在于我们想要保存这些时代瑰宝的决心有多大 美国三藩市就有人为了保留139年屋龄的老宅原貌 不惜花费40万美元 向市政府申请以及雇佣团队展开大规模的搬家工作 来看世界各地上演的奇闻意识 美国三藩市街上21号出现一阵骚动 原来是一栋139岁的老房子正在迁移 因为这里将用来新建八层楼的公寓单位 正如画面所见 这里的搬家指的是将房子原封不动地转移到新的位置 想要让这一栋六房三玉的老宅穿街过巷 可是一项大工程 工作人员不得不沿路修剪树木 甚至拆掉路牌 经历大半天的时间后 才成功安置这栋维多利亚风格的老房子 苦菊树是西班牙常见的美化树木 每年春季盛开时 街道总是洋溢着柑橘的芬芳 疯狂从树上掉落的苦菊 每年产量可达400吨 瓦伦西亚市一共栽种了12000棵苦菊树 每年都得出动拖拉机来采集果实 可惜的是这些看似甘甜多汁的苦菊 不能使用 采集之后也只能当作肥料 人们常用诗词歌赋来形容花朵盛开的美景 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看过花开的那一刻呢 英国剑桥大学为了让更多人见证大自然的魅力 特意在网上直播仙人掌花绽放的过程 结果吸引了多达20万人观赏 白色的仙人掌花原本是亚马逊和流域独有的植物 六年前转移到剑桥大学植物园 据了解这是仙人掌花六年来首度盛开 全球只有13个植物园培育了这种罕见的植物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